近日,唐山一女子将亲骨肉打胎后抱至前男友家门口引争议 无数网友感慨,女生干得漂亮 更是对男方算盘侠深感不止 恋爱多年即将结婚的小夫妻什么仇什么怨才会如此大动尴尬 本以为国际行为会遭网友辱骂 但没想到支持的却大有人在 究竟发生了什么 今天帮帮帮带大家聊一聊唐山事件 今日,有这样一条视频在网上疯传 一位男子抱着一个白色的泡沫箱 哭得那叫一个伤心欲绝 现场更是无数吃瓜群众围观 但没想到,该男子痛苦之下竟不停地连扇自己竖巴掌 事情还要从女生怀孕开始 本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一个小生命的出生将两个不同的家庭连在了一起 虽说是未婚先孕说出句难听 但法治社会,谁会在意呢 但没想到即将结婚的两人却因为男方家的态度彻底倒掰 对方仗着女生是未婚先孕 就仿佛是有了天大的敌劲 认为女孩已经被他家吃得死死的 于是,便提出了故事中的不平等条约 这份婚签协议还要求女方必须签署 要不然自己就不娶了 内容更是让人无话可说 什么彩礼拿到后,结完婚要还给男方 彩礼钱要用于双方生活 这也正常 难免有卖女儿的协议嘛 但接下来的什么不领结婚证 男方在唐山市的房产归婚前财产 不给女方分配 如果男方去世,财产是男方父母的 债务则是女孩自己的 这样的条令 简直气得不少网友心机更死啊 更是调侃这家人的算盘 简直是自己在千里之外都听到了 不领结婚证,还要给对方生孩子 孩子生出来不仅没有户口 还有照顾对方一家老小 还看情况转正 他真以为自己是什么高门大户的公子嘛 现如今的社会上 男女比例差距这么大 多少男人讨不到老婆 这样离谱的条约 也真是很难想象 女生气不过 就选择找对方理论 但没想到啊 对方话里话外都是 孩子我们可以接受 你这个人要不要还不是我们说了算 更是嘲讽女生未婚先孕不知检点 以后还有谁会要她 但没想到啊 女生也是怒火攻心 直接选择去医院打胎 并将未成型的孩子用纸箱打包给了公公婆婆 才有了视频中的喜剧开头 虽说女子的做法极端 却受到了无数网友的赞扬 甚至都在庆幸她不是一个恋爱脑 更是不断的嘲讽男方 保留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彩礼 保留住了自己市区那套房 甚至连孩子都给你留下了 质问她一家人有什么好哭的 都说啊 不作死就不会死 他们如果当时留一线 尊重女生爱护女生 他们所提的条件啊 也并不是不能接受 毕竟小夫妻可以用手创造财富 可是啊 他们的吃相却太难看了 认为毁了女生的声誉 就是破天的本领了 并认为女孩子是非他们家不可了 才会造成如此的悲剧 但也有不少网友觉得男生可怜 毕竟是自己父母做的事 他有儿后期无辜呢 但这个观点一出啊 就瞬间引起了无数网友的愤怒 他明明有很多次可以阻止 但还是却默认父母的选择 并将自己的妻子置于地位 默认了对方未婚先孕的不检点 却没有想过 这都是自己造成的 事后才开始追悔莫及 那都是自作自受 再把门看来 婚姻的前提本就是互相尊重 但这里边也奉劝各位女孩子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毕竟人心险恶 大家觉得这件事谁对谁错呢